短视频的红利期已经到了一个高爆发的风口期 从最开始的美拍快手秒拍就已经竞争很激烈了 到今天的阿里腾讯白度也杀入了短视频的战场 那短视频创作者的收益也一样水涨船高 到底哪一个平台的入住价值会更高呢 又该如何去做推广呢 今天我们就把现阶段短视频平台的背景和盈利渠道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一类是资讯类客户端 我们知道视频作为新闻资讯传播的方式之一 是早已经被行业认可 相比静态的报道 视频能更好的还原现场 解释信息 传递信息 资讯类短视频主要包括 今日头条 百家号 一点资讯 网易新闻客户端 在这些平台上的主要收益方式就是平台分成 今日头条 要注意的是 头条渠道在新手期阶段只有少量的头条广告收益 而想得到平台分成 就一定要度过这个新手期 而其中 观众打赏功能 千人万元计划 则是要得到内容的原创标签了 有原创的内容可以获得观众赞赏功能 可以从文章读者处获得额外的收益 并且有原创标记的内容 可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 百家号 在这些平台的分成点中 自营广告开通需要文章质量比较高 广告收益和用户赞赏收益 只要有作品发布就可以得到了 一点资讯也是于平台分成获得收益的 目前有一个点金计划 但主要是针对图文字媒体的 在这个渠道的视频创作者 想要得到收益 需要向平台的小编申请才可以 网易平台想获得平台分成的方法 与其他平台有些不同 主要是通过网易平台的星级制度 账号初始为零星 涨到三星以后就会有平台分成了 以上就是资讯类短视频平台的 入住价值收益介绍 根据大家的需要自行比较一下 第二类是在线视频类 主要包括大鱼号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网 腾讯视频 bilibili等 主要收益模式依然是平台的分成 大鱼号是最近最火的一个视频渠道了 它是将UC 优酷 土豆 三个平台的后台打通 如果之前有优酷 土豆 UC任何一个渠道的账号 都可以直接升级而来 大鱼号的收益方式呢 有三种 第一种 大鱼奖金 每个月最多2000名创作者 可以得到创作奖金 想申请大鱼奖金 要确定自己的大鱼号 已经通过试运营的转正 并且近30个自然日内 无运营违规记录 同时符合以下任意条件的大鱼号 都可以报名决注奖金 一 开通大鱼号要大于15天 而且近30天内 短视频要大于5篇 第二个 已开通原创保护功能 还有就是要累计订阅 用户量大于1000 大鱼号想获得广告的分成呢 目前想得到广告分成的话 要满足以下任意一点 第一个 五星大鱼号 第二个 要开通原创保护功能 第三个 内容推荐 以及阅读量 一定要达到平台的一定标准 大鱼号的收益 第三种呢 是叫流量分成 目前对于流量分成 需要让大鱼号达到五星才可以 在爱奇艺和乐视网 想获得平台分成的方法 也就是在爱奇艺乐视网账号 发布视频之后 通过官方邮箱申请 分成就可以了 腾讯视频渠道平台 分成要求必须是原创视频 总播放量要达到10万 至少上传五条远创视频才可以 搜狐还有边看边买的活动 除了平台广告收益 还包括用户观看广告的时候 点击成交的回扣 还可以通过将视频分享到其他平台 其他用户通过你的链接 转到搜狐站内去观看 每取得一千人词的观看量 你可以获得五十元的提倡 像Bilibili第一视频 这些平台主要收益方式是依靠粉丝打赏 所以要积累粉丝量 而粉丝资源对于创作者来说 将自己的视频内容变现得到的收益 一定是要远远大于打赏的收益了 第三类呢 我们叫做短视频类渠道 主要包括美拍 秒拍 主要收益就是粉丝打赏 在美拍渠道 更多的是通过渠道内积累的粉丝进行变现 比如美拍可以在内容创作的时候 插入淘表链接 这时候通过电商变现的同学 作用就非常大了 秒拍渠道的收益点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秒拍后台的创作者报价功能开启 这些功能都可以由创作者制定价格提交给平台 再由平台根据创作者的粉丝量和微博的粉丝数量来审核定价 所以秒拍平台主要是给创作者带来了一个盈利的方式 但是这个方式主要还是针对粉丝比较多的大号 对于小号我们重点还是先把内容和粉丝量提上去 第四类我们叫做社交媒体渠道 就是微博了 微博渠道的收益方式变化还是很大的 之前微博基本上是没有收益的 但是随着微博的一些改版 目前它的收益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广告收益 第二种是微博打赏 第三种叫微博问答 那其中这个广告收益呢 你要满足以下三点 第一个就是个人认证用户 然后就是持续产出固定领域的内容 第三个就是十条视频微博 你就可以开通微博自媒体广告收益了 那除了以上的这些渠道呢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渠道可以上传视频 比如说微信公众号 百度视频 凤凰自媒体 QQ公众平台等等 但是这些平台基本都没有收益 不过没有收益不代表没有价值 这些渠道也有很多粉丝 拥有巨大的流量 对于这些平台 我们依然要重视 这么多的平台 我们怎么选择合适自己的平台渠道呢 感兴趣的同学 下节课见吧